百化佛法的问题 是一种最原始的本性 最后达到圆满无上正等觉 这个宇宙的本出和地球的本出 它给我的感觉 师父就像是宇宙和地球和人类一样是有感觉的 是就像生命体一样 是这样了吗 是啊 是啊 你讲老实话 你看看地震 对不对 它本身就是有感觉 为什么你在很多人不停地造房子啊 打地基啊 挖地道 往下挖呀挖呀 越挖越深 它痛啊 它就会震动啊 就像人在颤抖一样的 明白了吗 它会有的 所以很多的那些高僧大德都曾经表露过这方面 他们都有这种先知先觉 他们都说过 就是说这个地球就像个母亲一样的 你不停在母亲身上 这里凿个洞啊 这里把她的树木砍了 这个母亲会生重病的了 所以现在你看地球不是生重病了 所以它生态不平衡 温室效应 各方面的温宜横流 所以这已经是母亲生病了 这个地球已经生病了 你明白了吗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人类最初的这个本性良心 还有这个本性 光和宇宙和地球的本出一样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就是获得了真正的力量了 是啊 你想想看通过宇宙的力量 你才能解决人间的烦恼 你如果拥有菩萨的智慧 你当然就人间的那些烦恼就不存在了 就不复存在了 对不对啊 对 这就是所谓的大道自然 就是一切都是自然的 对 对 你去顺应自然 你这个人就是拥有了 拥有了那个行道 行道 你比方说你去逆反的心理 冬天你非要穿的少 夏天你非要穿的多 那你这人夏天生肺子 冬天呢 打摆子 对不对啊 就是这样 嗯 今天是大道自然 师父 那个就是说我们是在 嗯 这种顺 顺其 顺这个 顺缘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学会论经 确实 的确是能改变自己的业障 这个是得是不是通过两方面去理解的 是啊 随胜姻缘呀 要随胜姻缘 姻缘来了 随胜姻缘就好了 随胜姻缘